早兩天有一位姓王的伯伯 因為肛門被插入硬物失血 最後過了身 在整件事件裏 伯伯的兒子王先生找了我求助 今天我陪同了伯伯的家屬 包括王先生去到屯門醫院 和屯門醫院的副行政總監 莫副總監 和病人聯絡部的經理會面 我們和病人的家屬 王先生他們 覺得整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也超出了醫療的失誤 而今天和醫院的會面 其實醫院是以報了警為理由 只是透露到很少的訊息 我們都覺得在事件裏面 可能有些事涉及到隱瞞的 所以王先生他們 其實對於醫院的回應 是不滿和憤怒 是表示會追究到底的 特別是對於屯門醫院 是昨天發出的新聞稿 相信其實傳媒朋友 都有看過這份新聞稿的 那家屬是覺得這份新聞稿 是失實 不是說一個事實的 裡面是提到 醫生建議進行緊急手術治療 但病人拒絕 一會兒王先生會說 其實不是病人拒絕任何的治療 是他們不能選擇 這個新聞稿和事實是完全不符合的 所以他們是很不滿 也都覺得醫院是推卸責任的 現在只是在今天見完醫院之後 有限度的資料所涉及 我們是認為事件裡面是涉及 一是一個嚴重的醫療失誤 另外一是涉及一個嚴重的傷人 涉及刑事的行為 一個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雖然醫院那方面也都佈了警 但是我們跟家屬商量過之後 都會再陪同家屬 再次去報警 究竟是不是有人誤殺 或者謀殺在事件裡面 這個一定是會追究到底 是要討回一個公道的 在事件中 其實我們都要求了 醫院方面 要儘快澄清新聞稿那個 失實的聲明 以及要求停職 涉及到那兩位的職員 而很遺憾地醫院表示 由於那個程序 不能夠將那兩個職員 停職 只能夠將他們調離現有的崗位 是不會接觸到病人的崗位 甚至乎考慮叫他們放假 而他們都會表示 是覺得那份新聞稿是有問題 也都是明白到這份新聞稿的字眼 是令到家屬的難受 和似乎不是很準確 所以他們也都會研究 在今天裏面 是重新出一份的澄清 澄清那個事實是怎樣的 那個過程裏面 一會兒我都會交給黃先生 他們去講述的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很痛心 和很遺憾就是 原本今天是接八百出院的日子來的 但是很不幸 因為現在原因還未明的一些的難物 插入江湖 令到他致死的事件 令到他過了身 今天要召開記者會 家人的心情 其實真是由天堂跌落地獄 再有一份不負責任 推卸責任的新聞稿 所以令到家人他們真是很不滿 或者我現在先把時間交給黃先生 他們交代回過程 和他們對整件事件 一些不滿的看法 好 大家好 其實我爸爸在上年的十二月尾左右 就進了醫院 前前後在醫院都住了大約差不多半年了 現在已經去到這一段階段 是差不多康復 是的 也都是 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 包括他出院那些線後的東西 買輪椅 全部都準備完了 也都是好像剛才劉議員說的 其實我們已經在二十二日那天 建議員那職業治療師 談過那些買輪椅的細節 各樣東西 是去到 他的預計是星期二順 星期二就是昨天 輪椅到的話 預計今天是可以去出院的 但誰不知在二十三日的早上 九點幾鐘的時間 我父親都是很精神地 很開心地打電話 要求我們家人 下午十二點的時間 帶飯 即是帶些甚麼食物給他 也都在那段 九點至十點鐘 他洗澡那段期間 也都有木暴的姑娘去探病 那段期間其實我父親都是很開心地 傳達那個訊息給那個姑娘聽 他是快要出院了 但誰不知 就是因為洗澡的事件 那個姑娘要走 去到洗澡的時間 我父親轉述給我聽 就說他在那個洗澡期間 被人家用癌物 枝癌物有手掌那麼長的 在肝門移入 就痛了一下 他就已經跟他說很痛 跟著他那個姑娘跟他說 這個是正常的 如此者再前後五至六下 這個其實我是在我們未去醫院之前 是不知道的 他洗澡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知情 去到十二點到一點鐘的時間 病房的姑娘打電話給我 說我爸爸的肝門滲血 那我即時想到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肝門 那個位置有滲血的情況 他就說因為我爸爸 有很多便便在肚子裡 而引致 那個位置流血 我開頭那個想法 會不會好像 小人生痔瘡 即是 谷得太厲害 這樣 那我立刻打電話 因為我要上班的原因 打電話給我弟弟 我叫我弟弟 立刻過去醫院了解 我亦都在兩點幾鐘 接近三點鐘的時間 都說到醫院 但在我弟弟講及去醫院的時間 第一件事 去到那個R7C的病房 康伐病房那裡 問了姑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而那個姑娘 或者醫護人員 是不能夠很清晰地回答我們 這樣沒有辦法 我們唯有入病房問我 即是我弟弟入病房問我父親 我父親跟他說 在洗澡 本身早上也好地地 洗澡的時間 就有東西插入他的肛門 令到他很痛 我弟弟聽完這句話之後 覺得跟我打電話給他的時間 說什麼便便 各樣事情是有所不符 他想報警 但是那些醫護人員 聽完他說要報警的時間 就很緊張 制止了他 表示說他們會調查 是的 也安撫了我們情緒 他說了現在的情況 是要搞定了伯伯那個流血的問題 我也同意的 到我去到的時間 已經由看伐病房 轉去內科病房 10樓D 我去到的時間 我看到的事情 就是他吐到全身都是吐吐物 而未有人即時跟他跟換衣物 是要我們自己兩個 進去跟他跟換 但是我們實在搞不定 才出回病房 要求他們增援 第二件事就是我看到地上 有包 裡面有一條成人尿片 是我爸爸的 裡面有很多血 然後 那段時間 他們 就沒有清晰 因為他 沒有清晰跟他們說那些什麼 我們都沒有 意識到會這麼嚴重 是的 開頭因為他們聽說 他們說什麼便便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去到那邊 我到了現場 接著 我爸爸都是很神之清醒 他只是覺得痛而已 我就問了他 究竟那個情 他現在 當時發生什麼事 他就不停這樣 遷就 遷就跟他洗澡那個姑娘 是的 他說他本身就快出院了 被他搞到這件事 他都預計 他自己都覺得 感覺上 可能他的命 就會在這裏終結了 是的 他很痛 接著我就問他 原因是什麼事 他也都跟我說是 有硬物 但我看不清楚那樣是什麼 有硬物 跟他的肛門移入 是的 還要是跟他說 因為那個 第一下很痛 之後 再繼續 插了五至六下 因為他 我爸爸也看到他很累 我們在下午的時間 探完他之後 我們就回家 也都在我們大約八點半的時間 那個內科病房 D10的病房 打電話給我 說要照內規鏡 要轉進去內科病房 問我 和我通知聲 我說沒有問題 直至到凌晨 即24號 凌晨1點半 我收到D4病房的 姑娘電話 就說他 那個位置 流血不止 問我 要再和他嘗試 第二次的止血 問我 同不同意 我就跟他說 當然是同意 那 都在10至15分鐘之後 那個 同一個 醫護人員 打電話給我 就說 不行了 要我們找親戚 全部都來醫院 D4病房 和他們 和醫生 談一談問題 那我收到這個時間 收到這個電話的時間 我立即通知了我的家人 我亦都第一時間 在10至15分鐘 即是2點左右 去到病房 見醫生 也都見我爸爸 那時候 那邊的醫生 是未知道我爸爸 為何會這樣 進來這裡 他只是跟我說 他說我爸爸的身體 不適合做這個大手術 因為風險很大 他現在 唯一那個 可能就真的 要 時間無多 我當時聽完這句話之後 是呈添憑哩 很不開心 亦都是發怒 罵了的醫護人員 我說 你們知不知道他為何會來到這裡 他們完全不知道 我將 那天早上 13號中午 那時候 洗澡那件事件 反應給醫護人員聽 而那個醫護人員聽完之後 覺得有問題 跟著 叫我停一停 等一等 跟著 亦都叫我 走出去 那個D4病房 他似乎在裡面 有個會議 是的 醫療人員 開了個會 說會調查那方面 打電話過去 看病房的R7C 了解 但他了解不到任何事情 到再次叫我進去的時間 我們其他親戚都到場了 我們進到病房 有很多的醫療人員 包括醫生 主診醫生 即手術醫生 麻醉師 以及ICU的醫生 即照顧者 即照顧那個 每一個醫生 對著我們家人 說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高風險 麻醉 手術那個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腎病病人 所以他不能夠在那個 要開大刀 而且他的腸 可能會黏合在一起 可能有機會要撤除某部分的腸 是的 而且風險非常之大 以及時間非常之長 他講完這一部分之後 我問他 感覺 那個生存 有多少 他答我死亡 那個風險 大過一半 死亡大過一半 然後他就 將 其他的 麻醉 交給麻醉師 那方面 麻醉師那方面 他也講了 麻醉那一部分的風險 亦都是大過一半 而且是 會 中風 有心臟病 就是講了很多的風險 是的 那也都說會 變植物人 是的 完全醒不回 那 再去到ICU那個姑娘 他最後一番話 就簡直真的 我已經是覺得 死路一條的了 他跟我說 去到那一部分 要靠儀器維持生命 是的 因為我們本身 在 之前已經有一個 不愉快的 同樣的經歷 就是 有一個類似這樣的 也都是我 爸爸的親弟 在半年前 因為在 類似醫療事故 但是因為最終 我 爸爸的弟弟 家人 他不追究 所以放棄了 我叔叔 他都是因為這樣 做完手術 是長分不起 但是那段時間 我爸爸 還沒進醫院 他有探討過他 他知道 所以基於他這樣的原因 我講完一件事情 我們 我 他跟我說 就是他種種的真因素 是令到我 感覺他們沒有信心 最後一句 他那個 RCU 那個醫生 他跟我說 他 問我 願不願意 我爸爸 再為這件事 再捱一刀 我聽完這句話 簡直是 灰了 因為沒有望 因為他還要 就是 捱完一刀之後 還是會醒不回來 然後這個情況之後 他跟我說 說跟我爸爸商量 因為我爸爸是很清醒 他臨走之前都很清醒 他跟他 我跟他說 把醫生的事 告訴他 他最終的決定 就是 不再捱苦了 選擇走 那麼我們家屬的問題就是 他是只有一條路很閒的 因為醫生都說 做手術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他做手術 那個 面對的風險 最終都是死 問題是 遲死和早死的分別 所以我爸爸 就在當時 決定 就不再捱苦了 寧願 走 但是 他在決定的時間 醫生都問了他 如果 是不是真的不做 因為這個 決定 就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我爸爸很肯定地回答他 是 不做 是的 然後我爸爸也很清晰地 通知我們安排了 一些身後事 第一件事 給了我們的指示就是 要安排神父 前來 因為我爸爸 我們是一個教徒 神父 我們安排了 第二件事 就是安排自己的身後事 安排我們要怎樣幫他做 第三件事 就是 跟我們說 說要 就是要 還回公道 一定要徹查到底 是的 所以我們 問了他 我說 如果要徹查到底 分分鐘會 寧寧寧會解剖 他都願意 那我們最終 就 決定了 這個 決定 但是 因為我看回 他今天新聞稿 那個 字眼 是 沒有交代得那麼清楚 直接跟我說 是我們拒絕 因為這樣 令到我們 感覺 我們 跟醫院 那方面 溝通的話題 跟他現在新聞稿 那件事 完全 兩碼事 是的 那 去到 那段 時間 我爸爸 差不多走了 我亦都 在他臨走的時間 我都給了兩個電話 因為是星期日 我給了兩個電話 去投訴 一個是醫管局 一個是屯門醫院 那個 投訴小組 但是因為 因為假期的原因 他未能接聽我 直至到我爸爸 離開之後 禮拜一早 那方面 醫管局那方面 打電話給我 問我 投訴情況是怎樣 然後我 把整件事都告訴他 但是他說 那個 投訴程序 是要求我 要先打給 那個 投訴小組 過了大約半小時左右 投訴小組 那方面 亦都聯絡了我 是的 我都跟他說了這件事 是的 我都跟他說了 我們手後會報警 亦都會找區員幫忙 就是 是的 我幫黃先生補充幾句 在整件事裏面 大家都聽到 其實本來 黃伯伯呢 是準備 今天出院 亦都是 其實康復中 亦都醫院那裏 是 物理治療部 跟他們 拍攝了家裡的照片 問他們有沒有請 有足夠人手 要買輪椅呢 是準備回家裡的了 基本上 但是發生了那宗洗澡的事件之後呢 是出現這個問題 而 剛才黃先生說呢 就據他 爸爸所說 在洗澡裡面呢 是 相關的職員 就跟他說 他 大便 他得很少 所以 要幫他通通 那當一下子的時候呢 其實 他爸爸已經說 很痛 是要停止 還有 很清晰地告訴他們 是 他每一天都有正常的 大小異變 是不需要做這件事 但是 但是相關的職員呢 就說 痛是正常的 是繼續 做了五至六下 左右的 這個數字 就是 黃伯伯都很清楚 到醫院 其實 黃先生的弟弟 他見到護士長的時候呢 都有 護士長說 據他們 他了解呢 是 其實 伯伯 就是 他廁所 是 去了 一條便便 但是 都是覺得 不夠 那結果呢 他們會 再幫他做一些的通便 再多清四個出來 其實在過程中 護士長 是有提及到 那個過程裡面 是有 做過一些的 通便的 的情況 的 那 到最後 他們是 就是 在醫院 剛才都說了 他們並不是拒絕治療 而是 老實講 是 無論從麻醉絲 到醫生 到 顧問等等 都告訴我們 死亡機率 是大於一半 今天 總監督 和我說是狗食一生 那 麻醉絲 也都說 會變成植物人的風險 也都大 而 阿叔 也都是因為之前 是 神的問題 在 相關的政府醫院做過手術 而 變成 植物人 也是長迫不起 他是基於這個因素 跟他爸爸去商量 他們覺得 其實他們知道 不做手術一定死 因為那時候 沒有止不了血 一直流血 大家都知道 一直流血 最後一個結果 一定是 會去世 但是他們是 沒有得做這個選擇 加上有醫生 跟他說 是 是不是要捱多刀 那 這個令到他們覺得 就是 作為止了 他們都不忍心 再捱多刀 才是無奈做這個決定 就並非 是很簡單 就是 新聞稿所說的 建議 他要做手術 但是病人拒絕 他們覺得很憤怒 這個 是 完全 將那個 就是 是非黑白 顛倒了 還有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都覺得 醫院的管理 和監控是很有問題的 剛才 有關 他爸爸說的通便 到護士長說 就是 去了一塊 但是還不夠 要清多四塊出來的時候 這些 內容 我今天跟醫院那方面 去溝通 似乎醫院好像都不知道 究竟他們的上報機制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一句話交了給警方 是不方便去透露 而是將所有的事件 都好像含糊了其辭 也都隱瞞了 一些事實的發生 或者是陳述 是不是都可以 告訴病人的家屬知道呢 究竟現在整件事 我們知道是涉及到 有兩個的 醫院的職員 是幫他日常洗澡的職員 究竟有沒有涉及到其他人 這個我們不清楚 究竟這個 是不是真的 通便需要插入硬物 也都不清楚 如果真的要通便 這個程序 究竟 是不是有醫生 在這個決定 究竟 做這件事的人 有沒有合資格 是不是合資格 有沒有人在場去監督 我覺得醫院是有必要 清楚去交代給家屬 去清清楚楚 去知道中間的過程 和交代一些原因 現在醫院他都跟我說 他說其實他們都是 對整件事件 是解釋不了 他們都解釋不了什麽原因 他們也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們才報警 其實在他們報警之前 剛才黃先生都說過 他們想報警 不過制止了 而其實黃先生的弟弟 後來都是一個 元朗的警署 去避案 警署也聯絡過醫院 那是不是究竟 醫院自己主動去報警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醫院的上部程序 我們覺得是很混亂 所以我相信家屬一定是很憤怒 和很遺憾 因為明明可以出院 變成要做這麽難過的決定 所以一定會追究到底 這件事 因為當中我覺得 為什麽我們會這樣去追問 因為疑點太多了 他遠方打電話 第一個電話通知我的時間 他不是說有任何什麽硬物 令到他流血 他只是跟我說 他有很多便便積聚 而流血的位置 可能是他自己的便便 整傷、整損 所以滲血 直到我弟弟去到現場 了解他們十萬九不知 再問我爸爸的時間 我爸爸很清晰地跟他說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整個手掌這麽長 插進去 他當時聽完那句話 和我說過之後 我真的覺得 很有問題 事後我們了解了 今早和遠方那方面 溝通過 發覺 其實 我是相信我爸爸所說的 反而是覺得 他們 跟我說過那些事 我當作安撫也好 各方面也好 我覺得是假的 是的 所以我們一定不接受這個解釋 但是去到那時候 他現在初步我們了解 其實我們今早見面的時間 掌握的資料 其實都是很少很少 他說的話 很多都是因為報警 而不能跟我們交代 基本上 我現在連那兩個涉事的人 叫什麽名字 我都不知道 還有 因為 我們作為家屬 我會有一個疑點 為什麽這件事 會是在 這麽低級的職員 會不會牽涉到其他 現在他說那些事 會不會基本上 這兩個姐姐 會是 太別人受罪呢 其他很多事情 我們真的 想不通 因為我 剛才追問一件事 就是問到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醫生 我跟他說 你們兩個都是專業的醫生 你有一件事可以解答我 我問他 我現在父親的傷口 跟他離過高門的位置 有幾遠 他說大約有12cm 那我就想 12cm的距離 跟我父親 比我的那個 長度 一隻手掌 對,手掌這麽長的長度 是吻合的 所以 種種的跡象顯示 是 我是 相信我父親 所說的 我父親 是沒有跟 任何醫院的人士 是有任何的摩擦 是的 我們去探病 各方面 我們都有了解到 醫護人員 跟我父親的關係 我也都 我父親傷了之後 去到十樓的時間 我去探望他的時間 我都 惡然 為何會這樣 我都問了我父親 會不會有人跟別人結怨 或者是 罵過別人 他答沒有 他還要跟我說 他平時 整傷他那個 平時都對他很好 是的 但是 自從那件事之後 我父親就不停地 詛咒這個女士 所以令到我們 是覺得 那些疑點 很多 但遠方到現在為止 都未能夠 解釋給我們 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那件事 是什麼 現在 揣測的有很多 又有說 花灑 因為我這件事 我都有考慮過 會不會是 因為 你去到一個 洗澡的地方 真的 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是可以多出來 我開頭 會不會是手指 跟著 現在 看回那個 那個距離 跟手指 又不符合 但是 綜合我老爸說的那件事 是有手掌那麼長 那一定是有其他東西的 我亦都問過 遠方各方面 我說 如果你正常通便 那個 會用什麼 他可能會用藥物 可能會用一些 軟的膠喉 是的 甚至是 那隻手指 是的 但是他完全沒有這種工具 但是我就 基於這樣的情況 太過疑點太多了 究竟這一個 有沒有人下過指示 是 洗澡的時間 要幫他通便 和通便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 沖便這個情緒 是不是真的要在 洗澡的時間做 他們完全無法回答我 他們完全無法回答我 他知道 不尋常 是的 所以交由警方處理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基於他 昨天發表這個新聞稿 我們看完之後 都是有很多的 的問題 以及覺得很生氣 他搞到我好像 真是 特意玩東西 不接觸資料 是的 我最後補充 我們其實 和王先生 大家討論 包括今天見到 醫院的副行政總監 醫院的副行政總監 他都引述 家屬都在場的 他們都知道 八百當時 直到去世前的一刻 都是神智很清晰 思路是很清晰 那 這個他們都是確認的 那種種原因 令我們是相信 八百所講的 口供 是 就是 準確的 特別是個傷口 醫院今天是說 就是 初步 是由肛門 去到直腸的傷口 是有12cm那麼長的 正正就和八百講 是被一隻手掌這麼長的硬物 是 由肛門插入 這個的長度 其實很吻合的 而那個傷口是2cm 這麼寬 在直腸上 其實是一個很深的傷口 而其實八百入院了半年 這兩個的職員 幫他洗澡的職員 也都不是第一次接觸八百 而八百 也都講是過去 從來沒有跟他們有任何的過節 所以 是很難令人相信 究竟有什麼動機 有什麼原因 是要刻意去 好像報道 或者什麼花灑頭等等 那些 他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 所以 而我們是就著通便這件事 他追問醫院的時候 醫院其實是一路迴避 一路是以調查為由 是沒有談及過這件事 他們只說 如果 他們只是告訴我們 醫生 如果真的要檢查 這個通便 不是一個醫療程序的名詞 如果真的發覺沒有大便 他們要去檢查 這個是醫療程序 要醫生下這個決定的 而看回 在病人臨走前的每一天的報告 是沒有醫生 或者醫院沒有決定過 要做這個通便 這個程序 是沒有的 他說沒有這個紀錄 更加令家屬覺得 是可以的 就是為什麼 無緣無故 沒有過節的情況下 要這樣去 對這位老人家 所以其實事件裡面 是很多的疑點 是有待 調查 和醫院進一步的澄清 在這裡 我們都會陪家屬去 因為涉及到 沒有人死亡 是一個嚴重的傷人 如果醫院說他 不是醫院下的命令 醫院說沒有下的命令 只是叫那些職員 衝來這麼簡單 這個是很嚴重的情況 我們要求醫院公開自協 也要求他盡快澄清 新聞稿裡面所報導的不準確的事實 也要求他停職有關的人員 可能現在 就算你說不碰病人也好 如果這麼嚴重的指控 他仍然是繼續在工作 也都是很難令家屬 他們是信賴的 而我們也希望有關的部門 包括警方 包括死亡裁判的人 可以盡快 就事件 有個進度的交代 或者報告 是盡快為八百 可以套養一個公道的 好 是嗎 是否有提問 好 我沒有收到他 遠方跟我說 之前有做過通便的事 但是我爸爸跟我說 因為我們每一天都去探病 因為他快要出院了 我都很關心他出院後 大小異變是否正常 因為如果你的大小異變不正常 回到家裡 都去不到廁所 我最終都說要回到醫院 那是沒有意思的 我在他出院的時間 大小異變是正常 每一天都有阿 而且我印象中 他跟我說 或者是 我弟弟都好像聽過 我爸爸說 其實他的便便是不硬的 是水壯的 因為其實我爸爸 其實 他早前 那幾個月 其實真的不太能吃東西 因為辛苦 去到臨近一個多月 準備出院的時間 他是胃口好了 起碼一天吃到兩餐 是的 但是他至於突然之間 在遠方他各方面跟我們交代 是說有四塊 通了糞便之後 有四塊糞便 有拳頭這麼大塊 是四塊有拳頭這麼大塊 我覺得很難接受這件事 我覺得 沒有可能 他每天去到 怎會有四塊糞便 集在他的肛門裡面 而這四塊糞便 整傷了他 所以這四塊糞便 所以這四塊糞便 和我爸爸所說的 完全是兩回事 是的 另外我想問一下 其實 醫院就是中 當日的公司 告訴你 就是你媽媽這件事 就是他們 再告訴你 那個狀況 相較於一條激場 你會不會 當年是醫院的影響 是否也無及 是他了解這個原因 搞到這個 如果處理又做得不好 另外就說 你們現在也有上次的 都先講一些報警 但是院方會 是不是院方那邊不給你們報警 你是否覺得院方那邊 是有一些誘惑 還有最後那段 是你們要求的 醫院報警 還是醫院都有主動要報警 我等你回答 第一件事 關於那個 通便的問題 他跟我說的時間 是沒有任何的 剛才有一個問題 要不要提到 第一個問題 我搶救 那裡 你沒有說到這麼嚴重 知道嗎 是 他跟我說我搶救 那個問題的時間 他第一個電話打給我的時間 是沒有說到任何 統他 江門那些事情 他只是跟我說 是很分辨的 當時那一刻 我沒有親人過去的時間 一電話聽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 輕微的事情 是 是 會不會真的 他便秘 各樣的事情 但是我去到醫院的時間 是 了解完 跟他說的 完全兩馬事 那麼 去到 我爸爸 轉進去 那個 他只是有跟我們說 會 會 跟進 緊急 現在處理了我爸爸的傷口 的問題 那又要現在 要由那個 康佛病房轉進去 那個 內科病房 是的 至於報警那方面 其實 是我們 先報警 因為他們有個投訴小組 這幾天都 保持著 有電話聯絡 因為我投訴了 他要跟進我的個案 我也跟他說了 我有投訴 打了兩個電話 我也都有 我弟弟也有去到元朗報警 是的 我也跟他說 我也找了 劉議員幫忙 直到昨天 這是之後的 你可以說回 當日 當日 你有要求報警嗎 有 當日我有要求報警 因為當日的時間 我了解完我爸爸 我弟弟了解完我爸爸的情況 和我轉回醫院 告訴我 那個問題 完全兩馬事 因為我弟弟覺得 他是有人蓄意去整傷他 所以要報警 但是當他聽到 那些人聽到 我弟弟說要報警的時間 他們就出來制止了我們 叫我們 先不要報警 等他調查了 因為他們現在掌握的資料都不多 是的 也都安撫了我們 說現在緊急的情況 是要先處理爸爸的傷口 那段時間我都很亂 也都被他說完之後 交給他去處理 是的 是否覺得醫院那邊是想隱瞞 有的 我覺得是有些東西隱瞞 因為我事後覺得 為什麼 我也有很多疑點 其實我問不到的 為什麼他會無緣無故 會有這麼多的糞便 他說 但是他通便的時間 那些幫我洗澡的姐姐 是有沒有收到order 去做這件事 他們沒有 又沒有跟我們交代 是 是的 可不可以說 你的父親是因什麼事 入院陌生 還有他平日做過 其他長期的病患之類 另外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說清楚這個序 就是23號發生後 他什麼時候轉軟 再入ICU 就是那個可不可以說一下 一流細緣 沒有轉過軟 他說他有幫他做過一些傷口的治理 他那個時序就是 他那個時序就是 他從12月尾入醫院 到現時為止 是未曾離開過醫院的 是的 但是當中裡面 他會有 就是由 那個內科病房 轉進去 可能 有去過隔離病房 然後隔離病房 又去過 康福病房 來來去去都在這個病房 這兩三個病房那裏走 走 沒有出過去的 第一個 他的原因是入院的原因 是的 我爸爸 他當時入院的原因 因為我爸爸 本身是有腎病的 他亦都是 腎衰竭 需要接受洗肚 但是他在家中洗肚的時間 就因為有細菌 入了肚子 不舒服 就 我 當日 即是2月尾的那段時間 我弟弟 送了他入院 是的 您說23號 他跟你說這件事 即是他講清了一些 他多少 幾時轉了入 你說轉了入 另一個 另一個 還是他喊笑 很清楚 你從23號第一個電話 收到 好 我 早上 23號早上 我父親打電話 八至九點 那段時間 打電話回家 要求家人 中午的時間 送飯 要吃些什麼 接著去到九點到十點 即是洗澡的那段期間 是有木部的姑娘去做探訪 和我父親聊天 是的 然後洗澡的那段時間 我想應該是十點到十一點 那段時間 是的 還行洗澡 我收到遠方的電話的時間 約摩是點半小時 那段時間 我收到他的電話 是的 當時我收到他的電話的時間 我立即打電話給我弟弟 叫我弟弟 立即趕過去了解一下什麼情況 我弟弟大概兩點鐘左右 趕過去 我亦都在三點鐘的時間去到現場 我弟弟去到現場的時間 兩點鐘去到現場的時間 我爸爸還是在康福病房 準備轉內科病房 是未轉的 那段時間 我弟弟就和病房那方面 了解了個情況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那到我三點鐘去到的時間 我弟弟已經 我給了個電話 我弟弟 他跟我說 已經轉了去 主座的內科病房 D10 那我去到現場 我就見到 剛才我所說 見到現場 他嘔到全身都是 沒有人理 我爸爸也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全身濕透 我都很擔心 他會不會因什麼 我也都見到 地上有一包東西 是血來的 裡面有一條片 是的 直到我們 看完了 他們幫他換完衣服 安撫了爸爸 我爸爸都覺得累了 想休息了 那我們先離去 大概三點鐘的時間 我們離去 四點鐘 我們離去 到晚上 我正在吃飯的時間 大概八點半鐘 醫院 即十樓那邊的內科病房 打電話給我 說我爸爸的情況 要轉到四樓的內科病房 是的 我跟他說 沒有問題 也通知了其他家人 然後我爸爸又再次轉了房 去到二十四號的凌晨 一點半鐘 我收到 D4的內科病房電話 說我爸爸 那個位置 流血不止 要嘗試再止血 問我有沒有意見 我跟他說沒有 收了線 然後他在15分鐘 大概1點45分左右 他再次給我電話 說不行了 你們要找齊家人 來醫院 那我就在那段時間 收了線之後 打電話給家人 我亦都第一時間 即刻去到現場 了解 了解到的情況就是 那邊 只是接到個個案 是說直腸那裏 有流血 幫他做止血 但是他不知道 為甚麼造成 是我 去到當時的時間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手術 面對的風險很大 他受不了 會很辛苦 那 他最終給我的答覆就是 可能都是會死亡 那我聽完這句話之後 我很憤怒 也都將早上那件事 是反映給他聽 即23號早上的事情 反映給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聽完之後 他都覺得 有問題 即時 叫我在病房門口等一等 即我爸爸的病房門口等一等 那他去了解 即可能了解他們 都是打回電話去 康博病房的R7C 那裏了解 那我都在那裏等 等了五至十分鐘左右 好 他叫我出病房 那段時間 我想是兩點三個小時左右 那我家人 其他家人 到了 一到的時間 等了大概 都是分幾兩分鐘 他再艾基 叫我們進回去 進回去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旁的 很多醫護人員 圍著我們家屬 不停地解釋 那個問題 現在 他一來到 就跟我說 沒辦法了 現在一定要做手術 是的 手術是唯一一個方法 是的 他講解 因為他講解 手術的過程 我們聽到 風險實在太大了 而且給我們感覺 真是狗死一生 我們把這個問題 轉答給我爸爸聽 我爸爸決定了 走的時間 我們都很不開心 因為決定這個問題的時間 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但是因為我爸爸是有信仰的人 他將所有的事情都交匪神 之後在兩點 兩點幾個決定的時間 我們都決定了 接受那個死亡 我們之後 我們都問回 我爸爸 那天洗澡的事件 究竟發生什麼事 也都當時的時間 我們是有錄下的 將這個我爸爸所說的 但是他不是用廣東話 他是用我們家鄉話說 將整件事 我問他大概的時間 怎麼樣 他形容了給我聽 就是說 有手掌這麼長 插了五、六下 很痛 然後他就很累了 但是他累的情況 他依然都可以很清晰地 幾點離開 幾點離開 幾點 我爸爸離開是 二十四號晚的七點三個字 是的 那段時間 我爸爸都很清晰地 在臨走之前 都很清晰地安排了我們 要安排神父 安排身後事 也都安排我們要 就這件事要追究 是的 我們覺得 其實屯門醫院 這次報警的決定 其實都是 是很後期的 在病人 投訴了去醫管局 也都是 去了醫院陪伴 他們最後才發覺 事件嚴重性 其實在之前 他們一直都不覺得 事件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覺得醫院的管理 和內部的溝通 和監控是很有問題的 而從家屬 他形容這個時間去 大家也都看到 其實早上洗完糧 之後出事 到打電話聯絡他們 到三點鐘 左右他們去醫院 其實中間幾個小時 已經是肝門有滲血的了 他的病人也都是嘔吐 全身都是濕了 那些血塊 那些尿片放在一邊 那當時其實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流血是有不止的情況 而立刻施以搶救呢 似乎是沒有的 一路去到晚上 即八九點 才告訴他們 喂 滲血都是止不了 要再做 他們都問有沒有生命危險 或者嚴重 當時都是沒有告訴他們 直至到晚上 凌晨 第一凌晨 才告訴他們 喂 不行 有生命的危險 全叫他們 全部人回去 而 裡面也都說了 當他們決定不接受 因為覺得沒有機會 去救得回的時候 不接受 到八百離開 其實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八百很清醒地 你將整個過程 是被他們錄下 說回了 交代了身後事 一定要追究 而在醫院初步的檢驗 由肛門口毒直腸 我們問他們有多遠距離 他們說12cm 八百在醫院跟他們說 是有手掌這麼長的硬物 其實大家看看 剛剛是一個手掌位 其實真的是12cm 所以那個傷口和八百在自己口述回來的情況 其實是很吻合的 究竟那個插入去的硬物的長度 跟那個傷口和肛門的距離 是大約12cm度 我們其實也都真的覺得 因為今早見面 很多事情迴避了 亦都很多事情被警方調查作為一個藉口 但是 家屬他們覺得在整體上最初 醫院其實第一 護士長在中間 三點鐘第一次探討的時候 都知道有通便的事件 但是害怕到最後好像沒有了這件事 在記錄裏面 也都今天見面的時候好像 醫院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那那個上部有問題 而亦都 過程裏面的醫療其實可能有點延誤了 亦都是 沒有第一時間去搶救的 其實 種種的原因 真是匪夷所思 也都真是 超出了一個醫療的失誤 連醫院自己都承認是超出醫療的失誤 那現在八百他自己臨終之前都很不甘心 他是決定要 就是家屬為他要沉冤代雪 要追究到底 那也都八百臨終之前用了他餘下的時間 是叫天主教的牧師來幫他討告 而也都用了他最後的氣力 是告訴他們的過程 錄下了他遭受到的最後一兩天的過程 所以我們是很深信八百說的東西是真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一切 都真的要等調查到真相出來 而我問各醫院究竟有沒有花光這些東西呢 他們說講不到 講不到 講不到 有沒有了解他們是基於什麼原因 報警 他們都覺得那些不斷行為 有沒有跟他們解釋過那些原因呢 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之後會做一個報警 就是希望警方有什麼方向 他去講報警那方面 他沒有詳細跟我們交代什麼 我只是覺得這個疑點 其實我剛才所說 他開始所跟我說的護士長 就跟我說因為是谷辯而傷了 直到我們了解到的情況 原來不是 這個當時已經是想報警 但是最終我們沒有報到 第二個疑點就是 他所說的 我爸爸形容的硬物 我到這一刻為止 我都未見到那樣東西出現過 現在都是在傳 有說花灑頭那些東西 我完全是掌握不到他 因為很多的疑點是解釋到 就是醫院那方面的解釋 是令到我們信不到他那個解釋的方法 我反而偏信我爸爸 告訴我那個是事實 至於他報警的情況 沒有跟他們說 我覺得他報警的原因是 我告訴他 因為我打了過很多電話 也都 星期一的時間 其實他報警的時間 是禮拜 即是昨天的黃昏 是的 我弟弟報警的時間 是星期一的中午 是的 去元朗警署 他是去報警 他避了案 但是去到避案的時間 他都問過警方 有沒有收到 任何關於這一件事 其實他們全部完全是沒有的 是的 所以他也都沒有錄到任何的 即所謂的口供 即是給了任何口供指 就是給了一張報案 是的 我去到星期二 本身 我星期一 收到的電話 是有一位投訴科的主任 姊姓韻的 跟我談 至於他之後 再打電話給我 就是他再上一級的經理 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跟我解釋 就是他放假 是的 這件事就直接由他跟進 到他跟進的時間 我都將我 目前 我們做過為家屬 可以為我爸爸做到的事情 就是打電話 報警 和區議員 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今天醫院有講過 在他們病人投訴了之後 他們要了解這件事件 他們說 其實他們都解釋不到什麽原因 爲什麽會有個傷口 也都覺得那件事是不尋常 所以他們覺得這件事件是嚴重 所以他們去報警 是的 那當中的不尋常是什麽呢 其實現在沒有人解釋得到 究竟不尋常是 那些職員為什麽要去傷害那個 伯伯 還是那個傷害是不尋常出現 還是因為一些的失誤 而造成這個情況 醫院只是說了一句不尋常 亦都覺得很嚴重 所以決定去報警 是否都不建議你們當時做緊急事件 包括那個公司 那些醫生有沒有很明確地說 我們不願意你做 有 即是他很明顯就沒有 即是他用很多的風險高 都說這件事令到我們 即是覺得他做和不做 都是死 問題是早死和遲死的分別 是的 不好意思 都想問回幾句 首先 今天原本應該是爸爸出院的日子 預計 預計 預計出院的日子 那你們有沒有找那個病房 經常去談 即是整個 是的 那我講回 其實我們 即是你可想而知 我們本身是很開心地籌備 出院的一些細節 已經是去到差不多出院 其實我現在 我們只是欠一張輪椅 欠一張輪椅 其實我們家裡的那些床 工人 全部請齊了 是欠一張輪椅 也都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上過你家裡 度過門口的尺寸 那樣東西是方便我爸爸 進出 而且他覺得 家裡都常算寬敞 不用加裝任何的改裝 裝修 這些東西 是的 那 你可想而知 我們當時的心情 是很開心的 突然之間去到即日 那一剎那是死亡 心情真是好像今早早我看新聞 其實我認為好像天堂跌落地獄 是很生氣 我們是接受不到的 是的 我們沒有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個事件發生 23日發生那件事之後 我弟弟去了解 他們都是沒有交出一個人物出來 是的 這個人物也是在我父親的口中那裡 他只是跟她說 平時的最多東西是說的 是的 即是他在說 統他那個 其實他幫他洗澡其實有兩個 他最主要形容是 統他那個 是平時的病房很多東西說的 但是我都 即是我很少 因為我不是 我平時去探望他的時間 這些工作人員很少在他面前出現 是的 頂多都是 偶爾有一些醫療人員 護士過來問我 我爸爸今天吃了些什麼 是的 之類的那些 我都沒有把焦點放在那些工作人員裡 沒有印象 是的 但是我爸爸就很清晰地跟我說 那個姐姐 平時有很多東西說的 是的 就是這麼多 對不起 我想問多一點 就是 他們之前有試過通便 有沒有任何醫生跟你說過 通便的時候要去洗澡進行 我完全沒有收過任何這些 東西 也都沒有收過任何我爸爸之前 都要嘗試通便這些東西 我沒有收過 是的 這個四個拳頭是 是那天的事 即是你剛才我以為是 你說這個通便的之前 有沒有再發生過通便的事情 我沒有的 我沒有收到 是直接 就是23號那個通便的事件出現 是哪一個人跟你說 他可能是縮亂的 其實我不知道 他是打電話給我 那個 那個是女護士來的 他跟我說 因為我爸爸現在那個 江門發言 就是1點半鐘收到那個電話 就說發言有腎血 那我即時的 他的反應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問他是什麼事 他就跟我說 因為 類似便秘那樣 有些屎在江門那裡積聚 而令到那個位置 傷口損了 而滲血 是的 我當時其實 我的心態都未至於 覺得這麼嚴重 因為他之中在醫院 都覺得會有醫療人 看著他 我們會放心 但是去到醫院 我通知我弟弟去到醫院的時間 我爸爸的那番陳述 給他聽那個問題 他完全不是說 谷到傷了 而且是被人捅 所以我們那段時間 所以是想著報警 而且被人制止了 我今天問過總監 總監亦都說 如果要做一個 就是 宿便去不了 要做一個檢查 這個一定要由醫生 去做一個決定 那 還有呢 如果要做 就由醫生做 或者是一個護士去做 絕對不會是由這些 的職員去做的 就是說 他說如果一般的情況來講 但是現在似乎和 所聚述的 過了身的黃山 所聚述的事實 是有點不符合的 而 到今天 他們都不知道 中間原來有經歷過 方便到 真的去到醫院 那個弟弟問護士長 說 喂 就是去了一 一塊 但是覺得都清不完 要做一些的 程序 清了那四塊 這個過程 好像 今早入口 或者之前呢 整個 錯過了 是沒有了的 只不過是弟弟說出來 才知道 有件這樣的事 是 他說是兩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疑點 是的 究竟 如果真的 要用阿密 襲擊也好 或者做那些事情也好 那 有兩個人應該一個 就算有做一個都會學止 或者去 就算有過節同日其出一個 你想想 如果是 用阿密的話 首長這麼長的話 另一個都會去制止 那 兩個人一起幫 兩個人一起幫 謝謝 請問 每一次想問 英文的問題 和山大 不可以 至之後 之後 我想問 確實 洗澡的時間 是否十點多 到十一點 時間 時間我們都不能掌握 但是我很清晰 我爸爸告訴你 就是十點幾鐘 那段時間 因為他為什麼會這麼清晰呢 因為 我們打完電話 給我們家屬安排吃飯 沒有久 就有木部的姑娘跟他聊天 那聊到那段時間 他離開的時間 是十點幾鐘 那如果可以說 如果一點半 你收到姑娘的電話 說爸爸有受血 是否可以理解 二十三號 一點左右 爸爸就一直流血 直到他離開 其實我這個問題 我今早早都有問過 軟方那方面 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 即時那個傷口 我問了他一個 很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那個腸 一損了 或者一穿了 會不會即時流血 他回答我會 那我問他 那他洗澡的時間 那他會和他淋水的 那有沒有發覺 那些水 有大血的情況 或者是 他洗完了 和他抹身的時間 有沒有抹到那些血的東西 那他完全掌握不到這些資料 給我們 那我就覺得 如果當時 如果立刻 穿了的話 是會立刻有血 就算你不多 也會有少許滲出來 但是為什麼他去 我爸爸去到病房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到他通知那段時間 他們完全是沒有的 直至到他給我們的答覆 是換片的時間 才知道他原來 那個位置流血 是的 所以那段時間 從洗澡到病房 一個多兩個小時 是 他們是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 是的 所以這件事情 都是我其中一個疑點 覺得是奇怪的 所以會不會 我就 事後想回會不會 其實 都是講 那兩個姐姐 會不會牽涉的人 會更多些 是的 會不會 其實他們兩個 最終都是出來受罪 就是 是的 黃先生的意思就是 會不會有人 在事件裡面 說謊 是的 或者涉及的人 是不是不止兩個 而其實 看回 理解整件事 的話 他從洗澡之後 滲血 到過了身 其實一直都是流血 中間 雖然嘗試去做止血 但是不成功 而其實最初的滲血 其實遠方 也都是 那個重視程度 是 不高的 直到黃先生 他們將整件事 洗澡的過程 那些說出來之後 他們 都是沒有一個 即時的意識 是否要照搶鏡 是 或者內窺鏡 直到晚上 八點 之後 那個搶鏡 是之後才做的 是 直到晚上 覺得 心血的情況 嚴重 那 之後 他們才去再做 多些的 深入的了解 我補充一點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間 他跟我說 流血 其實他還有說到一個點 就是 爸爸的血壓不穩定 低了 那麼 他去到病房 轉了去十樓 那個病房的時間 我覺得 他的專注 那個點 是放了去穩定 我爸爸的那個 那個 血壓 就 沒有即時處理到 那個 肝門流血的問題 那麼他處理肝門的問題 那個指緣問題 去到晚上的八點鐘 是由早上的十點幾鐘 去到晚上八點鐘 他那段時間 是不停地流血的 照內規定是甚麼時候 八點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間 是八點半 是的 我想應該 因為他打電話給我的時間 我相信那段時間 還在D10的病房 那個內科病房 他打電話給我八點半 我相信 他轉到D4的六外科病房的時間 在那段時間做 應該八點半之後做 是 是的 還有等一下 他吐了全身 有沒有理解一下 其實爸爸為甚麼 會吐到全身 我有了解過 因為他說 跟他打了一些藥物 是的 可能他 突然之間 身體頂不住 所以有個嘔吐的 的反應 那就吐到全身 都 我們進去是很臭 是濕了 他而且是 很冷 在那裡震 所以我們兩個 不懂得如何照顧他 的情況下 都找不到人幫忙 那一剎那 是的 我們衝進去 幫他脫 但還是搞不定 因為他全身 放了一些線 那樣東西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甩他 是的 所以我都是 都生氣的 那段時間都生氣的 有甚麼搞錯啊 有沒有人去幫幫忙 那段時間 才有姑娘 進來幫他換衣服 他的藥物是用來 穩定血壓 還是有止血 作用 不知道 他沒有交代清楚 其實這個 都是一個 要交代清楚的地方 因為 其實由 他第一下 說好痛 要求停止 再做多五六下 沖完糧之後 他爸爸整個人 都好像虛脫了 那麼累 都是不舒服的了 是 是很不舒服 他連下午那一餐 叫家人拿去 都吃不到 即是吃了一兩口 他只是在那裏忍痛 在那裏忍痛 是的 由於報了警 這個內容是透露不到 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覺得是迴避了 這個最重要的問題究竟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有眼脈插入光門 還有有沒有 一個通便的程序 在裏面做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點 究竟 即是 從他爸爸的 說法來講 是有眼脈插入光門 而是 有 因為通便 去廁所不夠 所以要通便 所以要先插入 而最後 後來護士長 在下午的對話 都說 即是 發覺是一塊去了 都是不夠 最後是出了四塊出來 那 問題就是 現在 那個 今天我們就問 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有沒有 什麼 按摩插入 都是 無透露度 都迴避了這個問題 護士長 當時 回覆我弟弟的時間 他不是用押 用東西去通 他是用按摩的方法 按了那四塊 分便出來 我聽下去真是匪如所思 這件事 好 那我想 是 這麼多 那我們 都會 跟病人家屬 去 跟 警方 甚至乎 我們都 找了法律的意見 找了律師 是協助病人的家屬的 希望可以 盡快 是追討到一個公道 是 橫白白一個 就是 按摩 因為 他最後自己 明知自己 一路流血 剩下最後的生命 可能是幾小時 他都決定不做 而利用那段時間 是交代給他的家屬 要追究 一定要追究 是強調了很多次 那這個我想 是他最後的心願 所以家屬 都是會追究到底的 是 好 OK 好 好 OK 我們